白露到底说了什么 竟遭到一众人的集体嘲笑 白露参加综艺时 被导演问道 冰箱里有什么 白露脱口而出 冰箱有碗 此话一出 台下众人哄堂大笑 郑凯直接瞪大了眼睛 蔡徐坤用手捂着脸做无语状 难道只有穷人家冰箱才有碗吗 看见孙丽走过来 杨幂眼巴巴看着 等着机会给孙丽打招呼 奈何双手都摆累了 也没能跟孙丽说上一句话 杨幂无奈 只得信心地玩起了手机 自己咖位摆在这 忍着吧 本是颁奖嘉宾的杨幅 一张口就吐槽张艺长的仇 坐在台下的张艺表情很尴尬 发表获奖感言时 张艺一句话反击回去 这个世界上一定有比杨幅还帅的男演员 和姚丞一起上台颁奖 赵丽颖一直想找机会给姚丞打招 奈何姚丞看都没看赵丽颖的眼 静止站起来就走上了舞台 仿佛赵丽颖不存在似的 热巴在精英节上获奖 作为颁奖人的侯友 只看了一眼获奖人名单 就直接扔给了旁边的吴刚 一副他不配我颁奖的表情 即便你咖位大 也不至于这样吧 星之雷只是想挽一下 陈坤的胳膊拍照 结果陈坤直接撂脸 无声拒绝了星之雷 而当和李冰冰同台时 在搞怪游戏环节 直接假戏真做 原来 坤哥也不是天生冷漠呀